清朝康熙帝在位后期 围绕住储君之位 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后人称其为九子夺敌 顾名思义 在这场皇位争夺的过程中 先后有九位皇子直接卷入其中 他们分别是皇长子印之 皇次子印仁 皇三子印之 皇四子印针 皇八子印四 皇九子印堂 皇十子印 皇十三子印祥 以及皇十四子印时 那么 这些人都是什么结局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一 长子印之 皇长子印之 因为是述出 没有皇位争夺的资格 但他一心想只要把太子拉下马 找来喇嘛用眼镇一种巫术 谋害太子印仁 印仁被废时 印是借机落井下石 但使用眼镇之事被告发 被康熙皇帝囚禁致死 二 太子印仁 印仁是康熙次子 但为嫡长子 是人孝皇后所生 由于怜爱印仁早逝的母亲 康熙很早就立他为太子 并非常溺爱他 致使太子飞扬跋扈 拉帮结派 被康熙最终废掉太子囚禁起来 雍正二年 印仁病死 三 三子印旨 印旨是中皇子比较有才华的一位 能文能武善于其社 因和太子有来往 雍正继位后 派他去给康熙守灵 印云指思下抱怨被雍正知道后 雍正下令包去了他的爵位 并在锦山囚禁了他 雍正十年印旨病逝 四 八子印四 老八一直是皇位的核心竞争对手 除了众多朝臣 老九 老十 老十四都是他的支持者 印四善于团结朝臣 被称赞为八贤王 但老八私下拉拢朝臣之势 这点康熙早有察觉 但念及父子情 并没有处置印四 雍正登基后不计前贤重用了他 而封他为廉亲王 但印四还有篡逆之心 并不断进行争权活动 雍正最终忍无可忍 下令薛奇王爵 并圈禁起来 雍正四年 印四死于坚索之中 五 九子印堂 印堂是八野党 他性格豪爽 善于结交朋友 雍正登基后 由于记恨他跟老八的来往 雍正开始收拾这位弟弟 他先是派去西宁住扎 后被革去爵位 最终削除踪迹 定了二十八条罪状 雍正令其改名 塞斯黑满语中诛的意思 最后印堂在狱中被折磨而死 六 十子印 老十印也是八哥的跟班 雍正登基后 对他进行一系列惩治措施 他先后被圈禁隔绝 派去守灵 但并没有被害死 比较幸运的是 乾隆二年他被释放 还被授予于辅国公 乾隆六年病死 七十三子印祥 印祥是个文武全才 深受康熙的宠爱 但在康熙皇帝废太子时 印祥因与太子交往受到牵连 被冷落十余年 雍正登基后 对他加大奖励 出于避讳的原因 其他阿哥的名字都改成了语 只有十三阿哥印祥仍然使用印 雍正还加封其为遗亲王 八 十四子印时 印真是众皇子中的武将 战功赫赫 民间甚至传言 雍正曾改康熙依照 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 虽然是谣传 但足见民间队印真的喜爱 十四阿哥曾是八阿哥跟班 但八阿哥争夺皇位失利后 八野党开始推他参与皇位争夺 不过最终失败 由于印时有战功 并且民集一时手握兵权 雍正继位后为了稳固自己 便派他去守皇陵 后来又改成圈禁 不过印时并没有死掉 一直活了下来 而且乾隆即位后 他才恢复自由 也算善终 那么 为什么雍正放过了十阿哥呢 乾隆二年 乾隆地下旨赦免自己的两位叔叔 一个是十阿哥印 另一位是十四阿哥印时 两人不仅重获自由 还被授予了辅国公的爵位 四年后 印病死 乾隆地下旨已被子品级记脏 印时活得稍长一些 所以不断得到晋升 先后被封为贝拉 寻郡王 还担任过正皇齐汉军都统的职务 乾隆二十年 作为九子夺嫡中的最后一人 印时并死 终年六十八岁 首先 十阿哥印的个人能力并不突出 对雍正没有造成太大威胁 相比巴掖党中 其他几位个人能力出类拔萃的皇子来说 十阿哥显得太过平庸了 既没有读书一致的政绩 更没有长远卓越的政治目光 从小在读书上就远输其他皇子 再加上形式扎扎呼呼 不够稳重 经常将拆事办得一团乱 可以说是城市不足败师有余了 不仅如此 他还给自己赢得了个草包时的混名 个人能力这一短板 我们从很多影视上都可以看出来 虽然不乏艺术的夸张 但也从侧面体现出 十阿哥在个人能力上的欠缺 但也正是因为个人能力的欠缺 才令十阿哥逃过一劫 枪打出头鸟这句老古话是不错的 太优秀的个人能力终究是太过扎眼了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十阿哥的母族势力 要比巴掖党其他的皇子大得多 雍正投鼠机器 不敢对十阿哥下狠手 在这里我们得先分析一下 清朝的统治模式 它很大程度上是和元朝一样 是一种贵族政权 这说明清朝皇帝 他必须维护满足贵族的利益 一个清朝皇帝若想当得稳 就离不开满清贵族的拥护 事实上 八爷应死的背景 可以算是八爷党中 几位皇子最低的了 其生母卫士 属汉君旗 地位很低下 其父亲也只是 管理新者库的一个小官 卫士不但很满才被封为良妃 甚至后来还被乾隆称之为 新者库贱负 足见其出身的低微 所以 不论在八哥应死夺位过程中 或是被囚禁的过程中 其母族能发挥的力量 都是十分有限的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九阿哥应堂 生母是康熙的宠妃怡妃 怡妃出身于郭洛罗氏 郭洛罗氏本身的势力 并不算特别雄厚 再加上雍正继位后 康熙帝已经去世 没有康熙的照服 怡妃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太妃 也没能给九阿哥很多的帮助 反过来看看十阿哥应 生母是历史上 颇有名气的温希贵妃 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 也是清代唯一有嗜好的贵妃 这是一种多大的荣耀可想而知 她也是康熙年间四大辅政 大臣厄碧龙的外孙 其母是家族之显赫可见一般 俗话说得好呀 背靠大树好成梁 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姥姥家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雍正不看僧面也看佛面 就算不顾念手足之情 看在其强大的姥姥家份上 也放了十阿哥一马 还有就是得益于十阿哥憨厚 没有城府的性格了 大家都知道 十三阿哥是雍正的亲信 曾为了维护雍正 而被囚禁于养风家道十年 雍正心中对十三阿哥自然是感激的 而在十三阿哥被诬陷谋反的事情中 十阿哥与他虽然为竞争关系 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为十三阿哥说话 历臣十三阿哥不会是反叛之人 这一切雍正当然是会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雍正虽然冷酷无情 却也不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雍正 一直没有严厉处分十阿哥的一大原因 还有就是 雍正也不希望给外界留下一个冷酷无情 暴力试杀的民生 八爷党中十四阿哥与雍正 十一亩同胞的亲兄弟 雍正自然不能完全弃手足之情不顾 八阿哥和九阿哥凄惨的结局 已经起到了良好的敲山正虎的作用了 与自己有罪大仇恨的也是这两个人 雍正也懂得见好就说的道理 恩威病是方式正道 一味打压其他皇子 不免被人诟病 即使当朝无人敢提起 那后世呢 哪个皇帝愿意在亲史上留下一个残害手足的民生呢 最是无情帝王家 当在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诱惑之下 即使是血浓于水的手足也不免拔刀相向 雍正放过是阿哥印 固然有助其政治考量 但我们也愿意相信 在皇室纷扰的争斗之中 依旧存在住一点可贵的亲情 要解更多趣味历史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人物 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